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天是不逃群聚风暴关键日 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但其实就算是连日加龄 指挥中心也不敢懈怠 指挥官陈时中甚至透露 他有一个小迷信 只要早一点下班 就会半夜接到电话出大事 包括了去年首起院内感染案34 还有首起的安养机构护理师 确诊案156 还有这波的不逃院内感染风暴 都一样 让他一神一跪 而今年春节 外出用餐已经是不可能了 回家围炉又怕上班留太晚 太太会生气 也没有安排国内旅游 预计将会安排一些考察行程 并且坐证指挥中心 开直播记者会 一年来的这种经验 这一神一轨 陈时中笑得好无奈 新冠肺炎疫情 烧了一年多不见尽头 深夜响起的电话声 几乎成了噩梦 陈时中自爆 只要提早下班 国内疫情就会出大事 包括案34 是首起院内感染 首起安养机构护理师 案156确诊时 还有这波桃园医院院内感染 爆发前也是同样状况 就算连日嘉陵也放不下心 越晚走越没事 成了陈时中的小迷信 就快过年了 围炉出游家庭生活 恐怕也只能明年再说 出去外面吃是不可能的 走晚一点 不过太太可能会不高兴 没有安排去什么旅游的行程 可能会排几个考察的行程 考察预计前往医院 集中检疫所等地 陈时中也表示 春节期间照样坐证指挥中心 天天透过直播开记者会 让民众安心过年 接着战圈林伟晨 特报道